我们一定要知道 变法界虚空界 前面跟诸位报告过 设法界一真装严 不是真的 就连同诸佛如来的 实报装严图也不是真的 佛法争望的标准 它有个绝对的标准 真的永恒不变 这是真的 如果有变化 那就是假的 那我们想想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六根接触的对象 言所见的 哪一样东西没有变化 二所闻的阴神 鼻所嗅的气味 舌所长的无味 乃至 一根所对的发尘 都是生灭的现象 都是有变化的 一般来说 动物 有生老病死 就变化了 叫无常 植物有生住一灭 矿物有沉住坏空 只有一样东西 我们看不出它的变化 我们看不出它的变化 虚空 所以虚空 在佛法里面呢 排列在无为法 虚空无为 那虚空是不是真的呢 虚空也不是真的 真正的无为法 只有一个 真如无为 其他的 这个五种 是相似无为 好像是无为法 实际上 它还是有生有灭 现在 科学家告诉我们 时间跟空间 不是真的 大乘教里面 告诉我们 修行 修到 大吃大悟 明心见心 你就突破 空间为次了 突破空间为次 是怎么回事 时间没有了 这时间是假的 时间没有 没有先后了 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 就在当下了 你能看到过去 也能看到未来 没有空间了 没有空间 就是没有拘力了 极乐世界在那里 就在当下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中风禅思 在信念法事上 开始跟我们讲 我心 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此方即净土 净土即此方 这个境界就是 大车大悟的境界 不是假的 你要是大车大悟 明心见心了 这个境界你就真的了 在印度 那些菩萨 阿罗汉们 真的 在中国 惠能大使 这是顿悟 顿正 宗门里面 历代的这些开悟的祖师 注意看看船登录 五灯会员 那个里面记载的 多 而教下 大开圆节 念佛 念到礼业心不乱 都识入这个境界 也就是 时空 这一桩事情 你搞清楚了 它不是真的 它是假的 是 是 在那边 不得 是 在欣赏 第二面 幻象 也东西 当然 还是 自然 容易 不愚蚕 也不愚蚕